知名美式卖场贩售的一款草莓蛋糕 受到许多消费者青睐 但是有一名女网友发文抱怨说 她购买的这款超行的草莓蛋糕 包装日期其实就是当天 但是一买回家 疑似发现底部有发霉的现象 让她傻眼知乎夸张 不过天文一出 有其他网友就留言揭露了 表示其实商品标示的包装日期 并非当天制造 色泽鲜艳 看起来香甜可口的草莓蛋糕 是知名连锁美式卖场超热销的商品 但有一名女网友 28号到这家美式卖场 看到这款草莓蛋糕 包装日期写着28号 销售期限到30号 于是就买回家 没想到后来发现 蛋糕底部疑似发霉 这让女网友直呼 果然不含防腐剂 马上发霉很夸张也 其他网友则留言说 当天蛋糕做好 如果不冰也不会马上发霉 认为蛋糕绝不是当天现做 也有人指出包装日期 不等同于制造日期 而实际到这家美式卖场的 生鲜食品区 发现面包蛋糕类 几乎都是表示包装日期 而非制造日期 绕品类则各半 想知道商品能放多久 也只能看销售期限 到什么时候 他还有讲说有那个保存期限 发霉的这个事情 也没有超过那个保存期限 所以就没有预保存期限的问题 但这款草莓蛋糕 是否真的发霉 这家美式卖场发声明回应 草莓千层蛋糕包装外标示为 成品组装完成日期 此产品一周贩售的数量 约6000个 目前上午会员反应类似情形 也未收到相关的产品退货 民众如果有疑虑 可把商品带回卖场 进一步厘清 那变质或腐败 这个部分就违反 食安法第15条 它是可以采取 6万元以上 2亿元 以下的这个罚款 包装日期 恐怕不一定是当天制造 消费者在购买前 也得睁大眼睛 仔细看看商品状况 这是陈丁宸建国 唐哥报